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恶霸 当地老大为了扩展商业版图 强迫业主转让住宅所有权 然而对方坚持不语 男人眼见和平谈判不成 于是恶从胆边生 即刻嘱咐马仔动手 将业主父亲拴着绳子 连人带坐从帐巴高楼摔下 顿时整个小区惊慌一片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 令人闻风丧胆的意大利黑手党 他们公然为非作歹 难道就没有警察管制吗 不要着急 接下来的剧情会告诉你答案 退伍特工老丹计划执行任务 凭借过人身手 迅速将一伙藏匿酒庄的毒贩解决 收拾行装正准备离开时 发现门外车上还有老庄主的孙子 男人心软不肯对小孩下手 示意他赶快离开 其料好心没好报 男孩转头开枪射伤老丹 老丹挣扎瘫倒在地 依旧靠着过硬的身体素质 坐着渡船越过大海 一路挣扎强撑 最终晕倒在阿尔塔蒙特路边 幸运的是执情的陷阱吉奥路过 将他送到恩佐医生家中救治 终于捡回半条命 伤众痊愈后的老丹 又急着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他打电话给中情局财务组的卡拉 以匿名人的身份 告知卡拉位于西西里的酒庄 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他们已从叙利亚进口红酒的名义 大量窝藏毒品和赃款 卡拉在电话一头反复试探 确信对方并无虚言 于是紧忙出动大批警力 前往阿里亚纳酒庄 经过搜紧发现这里果然暗藏乾坤 在那里发现了数吨的禁药 以及上百万元的美钞 根据上面的标示确认 这伙人还与圣罗兰武装分子有牵连 然而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 酒庄满地尸体堆夺 却与勘验的现场指纹无意符合 女警卡拉头脑清晰 根据所得信息 迅速推断出这里涉及洗钱 以及网络到齐 还根据酒庄以往产出频率 认定这是嫌犯运送的第四批货物 可是他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什么人敢以身犯险 告知他内中详情 老丹身体逐渐康复 在这养伤的过程 被这座小镇的人文风情所入染 警察急要为他守住枪伤的秘密 医生恩佐对他更是无微不至 就连咖啡店的服务生 都会为他奉上一杯可口的一式拿铁 几乎人人都很热情和善 除了那些耀武扬威的黑手党麻烦 这天他准备不辞而别 却听见对面的鱼肉店发生动静 于是向前探头观望 原来是马仔正向店家讨要保护费 然而耿直的老板执意不从 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顿毒打 老丹看着远处的十字架 劝解自己不要多管闲事 然而马仔杰克得手后 又嚣张地警告店主今后不要再惹毛他 否则下次就是人头落地 老丹将拐杖架在脖子上 驻足远望着这群强盗飞速离开 脸上显现着若有所思的神情 于是选择留住小镇几日 或许能帮这些可怜的居民出头 次日鲜鱼店就莫名发生了一场火灾 店主歇斯底里也没能挽救损失 周灵竞射眼见无能为力 警察吉奥却为了伸张正义 积极调取纵火案的监控录像 查到了关于马仔杰克的车牌号线索 其料警察局有黑手党内应 此时很快被马仔得知 第二天杰克带着一伙人 乌洋洋聚在吉奥家中 一番言语挑衅后开始拳打脚踢 双拳中男敌四手 吉奥很快被打得半身不随 紧接着对方用枪抵着吉奥女儿 威胁他以后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就当着他的面崩了他 接着画面一转 面目阴狠的黑手党老大从教堂出来 碰面当头就要求首席小弟杰克 对当地的阵明继续进行施压 他还有更宏伟的蓝图建构 度假村 酒店 赌场他要一一实现 杰克老弟也不得不从 但认识到任务坚决 杰克的团队人员 于是找上那天被他暴揍的警察吉奥 将从索马里海盗手中 雇佣传支的差事交于他 可对方战战兢兢 默然不应 准备动手逼迫对方就范时 转头只见老丹眼神英智 杰克前几次就被对方眼神震慑到 但这是他的底盘 岂能容他人得意忘形 这次定要给他下马威 于是调转矛头坐到老丹跟前寻幸 没想到这次碰到了硬钉子 老丹言语轻慢说不想难为对方 杰克仗着人多势众 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老丹问到他的手表牌子 杰克应男人的要求亮出万表 结果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 对方先发制人 迅即将其抓住反简扣在墙壁 他按住杰克的正中神经线 几个手下灯时从座位弹跳起来应对 结果杰克疼痛男人哀嚎起来 并示意小弟们即刻撤退 对方也只能听从命令 老丹手法娴熟稍稍改变执法 就让杰克疼痛急速更上一层 接着老丹又让杰克交出手枪 然后再勒令他离开 杰克被当众羞辱 以他混迹黑道的马仔秉信 岂能不筹划计算报仇 回到半路的他立马派出一名小弟去开货车 可不知怎么回事 开货车的小弟疯了似的 突然冲着他们的方向过来 两名龙套小弟当场身亡 而另一名小弟还未及反应 转头就被酒瓶砸穿脑袋 杰克见其杀人手段至伶力赎滑 战力地举出一把匕首 采取以弓为首战略 结果刀刚举到半空 就被对方拦腰截住 措骨分筋咔嚓一响 将其手肘瞬间分离 然后撤住杰克握着匕首的手 对着他的胸口反复补刀 最后再痛快一刀封喉 老丹如杀神附体般 丝毫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不到几分钟时间 便将一伙人杀得倒地一片血泊 第二天尸体被警方发现 身体惨状不忍直视 警察除发现尸体外 从他们车上还查到了酒庄同款毒品 要的幕后黑手 于是致电卡拉让他小心防范 特别是提防黑手党老大文森特 卡拉听完消息正上前准备搭车 不料马路上的连续几辆汽车 忽然发生爆炸 爆炸余威将卡拉顿时炸了个人羊马翻 卡拉来纳布勒斯大张旗鼓调查 惊动当地跟黑手党 有紧密关联的警局局长 老大文森特得知那边卡拉步步紧逼 于是一步做二步休 准备定时炸弹埋伏在其途径地点 幸好老丹及时打来电话 延荡了几分钟 卡拉才得以无大碍 同时文森特通过人脉关系 知道首席小弟杰克之死的真相 于是气汹汹带着一伙手下 围剿阿尔塔蒙特小镇社区 把涉及到的警察吉奥一家提到街头 对着团团围观的居民大喊谁是凶手 见没有人承认 文森特气不打一出来 朝着吉奥的耳朵开了一枪 起杀机警猴之笑 告诉如果还没有人出面自首 将会把这个小镇屠戮殆尽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人影中嘻嘻苏苏传来一个声音 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丹 说是他亲手杀死了杰克一伙人 有事冲着他来 跟吉奥一家人无关 而且他笃信基督信仰 敢一人做一人当 只要他答应放了其他人 他就自愿缴械任他处置 就在他依照约定放下手枪 文森瞄准准备将他击毙时 空中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 原来是恩佐医生朝天开了一枪 阻止了文森特的行动 围观的群众不知哪里生出的勇气 一股脑冲上前去与文森特对峙 有的人甚至拍下了这群恶寇的罪证 手下人提醒文森特 警察马上赶到 文森特见情形不利 出声咒骂 今后定要将小镇荡为平地 然后灰溜溜选择撤退 小镇居民对那番发表心有余计 可作为超级英雄的老丹 万万不会让居民遭此栽殃 文森特回到别墅后 与手下花天酒地压压惊同时 又讨论了老丹此人的来历 但对方是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 他们可找不到他的半分行踪 但这一切都没什么关系 今晚过后明天只要他动动手指 就让这群人连带着祖宗十八代灰飞烟灭 说完吩咐其他小弟充当警卫 自己则在150平方的大床上呼呼酣睡 暮色似合 鸭雀无声 豪宅外边稀稀拉拉几个人戒备 此时大门外的豪车无故发出声响 小老弟听见动静 忙赶上去探视一番 以为是汽车哪个系统出故障呢 于是转头点烟 结果老丹出其不意 从其背后将其直接打掉 接下来的操作如武侠片即使感 先是透过窗户用消音器的手枪 一举击毙穿着衬衫的大厅警卫 另外三人还在楼上的会客厅打开谈笑 不巧别墅电路发生故障 三人未发现其身影 便在暗处一一被爆头射杀 巡逻总管打开电脑查看录像 眼睁睁看着老丹从背后发动袭击 倒闭后血液弥漫整块琉璃板 又有另一位小弟听见动静 忙举着手枪盘挪步子查探 奇料看到背后插着刀子的总管蹒跚而来 似乎是向对方求救 同伴上前帮忙 又是同样的背后偷袭招数 此人立刻被老丹勒住脖子 三两下的功夫 严密的警卫系统即刻崩盘 文森特睡意不稳 脸上低下天花板上的血滴 他立刻着慌式地爬起来 奇料天花板直接爆破 连带着人一起摔下来 差点正中他命门 文森特惊慌失措 一边出声呼救 一边在几个房间周转 不见人回应 只见满目狼藉 横尸遍地 光影隐隐绰绰 让他以为四周都遍布埋伏 于是对着几尊雕像无能的狂怒发飙 老丹趁他心烦意乱至极 将他一把磕倒打昏 待文森特醒来后 只见他脖子上圈着细细的铁丝 嘴里止不住地吐着白色咸叶 原来老丹为了他在市场中贩卖的禁药 一次喂下的药量足以要他的命 现在他只有六分钟挣扎的时间了 此刻老丹心里横生出一股戏耍动物的恶趣未来 想要看他在临死之际地挣扎狼狈 于是剪开他的束缚 文森特无助地超前辆枪爬着 老丹则慢悠悠地跟在后边 半途中被一辆飞奔过来的汽车撞倒 可他仍不死心执意朝前爬 直到药效发作毕命在水果摊变 这边是死亡笼罩头上 恐惧又无能为力地挣扎求生 而另一头城镇居民正举行着 圣母玛丽亚的献花仪式 事后中情局和警方很快将涉案的黑手党一网打尽 女警卡拉成为了此案的功臣 老丹大神前来看望他 两人寒暄之余 卡拉还是忍不住问道 他是怎么发现酒庄那个犯罪窝点呢 原来老丹所执行的任务不过是出于私人目的 仅仅是为了追讨一位叫皮特的老人 因网络诈骗而被套取的36万美元退休金 然而谈起两个人的渊源 也不过是搭乘过老皮特出租车这样的小事 但老丹作为一个路见不平的特工英雄 这些别人看似一只半截的事情 只要涉及黑暗与不公 他都会去克敬职守 伸张正义 影片结尾 老丹不打算回美国了 决心在这个小镇度过余生 他喜欢这座城 更因为这里住着一个人